今天是這個ECFA相關的消息 這兩位ECFA曾經簽了 今天就有今次的公民團隊 是公開來表示 說要來成立這個ECFA的感動連盟 說要對台灣的社會 帶來站在這個民主人權 和路港立場來感動ECFA 在過去兩年裡面兩岸的談判 兩岸談判任何協議 其實並沒有很多的充分的資訊揭露 並沒有經過一個很透明的民主程序 我們非常擔心這樣子一個兩岸協議的過程 其實會對於一些台灣重要的價值 造成的出賣 前對立法議案算調開認識會 先期要告兩岸金色協議 兩岸金色協議 喜歡對國會擁存案法 還有方式表態 保重市民主的產業 他們及格要求立法議 應該成立了的委員會 在這條將會的組織之後 這個進行會更白心意 我們要求立法院成立 雕躍委員會 把所有的談判紀錄 會議紀錄 還有包括業者到底跟政府 什麼溝通協商遊說 把這些東西都看到檯面上 兩岸合議跟大臣民的第七月 錯誤第一次去辦公聽話 要請國公民視聰明對 X4月用 對賓甘重啓英雄進行討論 記者總和報告